干津板扎,混凝土交注,眼前的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是记者4月9日在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见到的一幕 连日来,福建平潭岛迎来了春光明媚的好天气 见识者们在这座备受瞩目的大桥上也加快了施工进度 福平潭是精彩高铁的一部分 我们这座桥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这座桥全长16.3公里 我们看到的下面已经贯通的是铁路梁 铁路梁是铁路时速200公里的双线铁路 上面是双向六车道的时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 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长16.34公里 是中国首座,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记者注意到,福建平潭海峡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海域 被称为建桥禁区 这里平均每年六级以上的大风天数超过300天 所以每一年留给建设者的有效施工时间非常有限 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建设者们正在忙着吊桩、焊接等工序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工程进度 施工队每天都密切关注分离情况 合理安排施工序 我们这个工程在13年的年底开工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经过5年的多了建设6年吧 你建议委证 预计全线应该在20年换通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场地狭小 现场辅助设施防闸 海边积聚 秀势快 李炳峰向记者细数着这座大桥的施工难度 近6年来 经设者们攻克了多项难题 也获得了许多发明专利 从这个阻销往四号方向 全是深海 裸岩区 无覆盖层 打装是非常困难 还有斜面 当时的时候 这个我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 然后完成了装机施工 目前我们看到的 就是刚才在沙坂上看到 一个裸岩的施工工艺 这个施工工艺是通俗来讲 就是我们如果摘树挖坑 能把树勒起来 但是这裸岩绝对石头 你挖不动的 没办法 只有我们采取 先把这个树放上去 然后中间跟它围一圈 像摩纳维叶 打一圈回程度 给生个根 让它才能累得住 然后后来 这一点的生根之后 最后连了一起 一个累不住 一起就连起来 才能累得住了 据者了解到 平潭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是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 长热至平潭高速公路的 关键性控制工程 这座世界上再建 难度最大的 工铁两用跨海大桥 建成后 将大大缩短 福州至平潭的 时空距离 届时 福州将与平潭 形成半小时 生活圈和经济圈 中文铁两用跨海大桥 中文铁两用跨海大桥